本期接着介绍俄罗斯科幻剧《超凡女扑》 早上被停止的警探站在家中喝着闷酒 为了安慰警探 祖元带着吃的来看望他 还查到乔治为维克多儿子做手术的事 认为乔治的落魄生活可能就是维克多导致的 说不定乔治会成为他们的朋友 但警探并没有表现出惊喜 反而一脸淡然地说自己对案件没有任何兴趣的 与此同时 维克多正在展示爱丽莎的视频 还向岳父透露 他已经内侧推广了几户家庭 发现他们的购买意向率达到了八成 于是询问岳父能否将爱丽莎展示给部长看 岳父却说 部长已经决定在竞标会上来一场机器人比赛 打算从中选出最好的一个 而且还是直播 于是维克多边想着获取比赛的内容 然后让乔治训练爱丽莎 另一边 乔治想要和前妻修复关系 却被拒绝了 这时小叶又找到了吉娜 但吉娜却被哥哥叫了回去 还将小叶赶走了 这边 维克多的公司已经放出了宣传视频 陈爱丽莎是他们研发出的新一代 可以感知情感的机器人 并大肆宣扬爱丽莎和乔治一家相处的场景 以此吸引人们去购买 在维克多还在为公司的事情忙碌时 他的妻子和他的合伙人马斯洛居然鬼混在一起 在乔治跑步时 警探的组员找了过来 经过询问 发现乔治并没有投诉警探 他的停职完全是局长的安排 于是组员将维克多的违禁机器人实验告诉了乔治 原来维克多的公司绑架真实的小孩 然后将小孩的脸披在机器人的脸上 目的是让失去孩子的父母再来购买这款机器人 当维克多的妻子得知维克多建议杀子仇人乔治合作后 便下定决心搞垮维克多 还怂恿马斯洛不要出学信标会 并保证马斯洛还会受到父亲的重视 那边因为视频的大肆传播 乔治的妻子以及巴斯特也在电视上看到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爱丽莎 巴斯特让吉娜把小叶约了出来 谎称之前的不待见是害怕小叶会出卖组织 接着利用吉娜幼时小叶将爱丽莎带过来看一眼 原来巴斯特想要杀掉爱丽莎 然后向上头邀功 而乔治因不满私生活被曝光 找到了维克多 维克多却突然发火摔掉手中的杯子 爱丽莎见状就要上去揍维克多 幸亏乔治拦了下来 接着维克多找来的杀手 没想到杀手还是青丝爱人组织的头目 原来青丝爱人组织就是维克多和杀手的一个计划 目的就是让机器人被更多的人知道 而巴斯特一直心心念的上司就是杀手 维克多希望杀手能控制清算人组织 这段时间不要生事 杀手则表示 既然自己可以创造清算人 那就可以毁掉他 得到满意答案的维克多 又安排别的杀手紧盯乔治的行踪 另一边 前妻接到的先人丈夫列夫的电话 列夫在电视上看到的视频 他觉得这是乔治一家人重新开始的节奏 为了安抚列夫 前妻预定了几张前往澳洲的机票 早上 乔治醒来就发现前妻 以及孩子都很开心 乔治还以为是爱丽莎的功劳 即使是前妻为了迷惑乔治 才想到的办法 他甚至找来的自己的好友马力士 来帮助自己 与此同时 维克多的妻子为了搞垮竞标会 先是找到自己的父亲求和 请求父亲帮助自己 成为这次竞标会的直播主持 随后又来到公司找到维克多 表明自己想要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传递给维克多 此次竞标会的项目内容 在马律师的帮助下 前妻成功地骗过的乔治 带着两个孩子出了门 而此时两个孩子还什么都不知道 以为妈妈是要带他们去水上乐乐 留在家中的乔治在睡醒后 听起了前妻留下来的邮件 随后又发现自己签名的委托书 已经被前妻带走 愤怒的乔治想出门去追 却被爱丽莎以精神不佳为由拒绝 晚上乔治来到桥边 因为想不开 想要跳桥自杀 却被爱丽莎打晕救一下 清醒过来 发现爱丽莎已经将车开到街口附近 正在乔治感到迷惑时 突然看见前妻 慌慌张张地走得过来 乔治满心欢喜 以为前妻是舍不得自己才没有离开 但得知是因为维克多的威胁才没有离开时 他瞬间觉得 是自己让前妻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愿意去帮助他和包容他 在早上前妻和乔治一起跑步时 前妻控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乔治发了火 乔治安慰前妻 只要竞标会结束 就一定会送他们母子三人去澳洲 与此同时 机器人公司里马斯洛和维克多 正在看有关竞标会的内容 当两人看到机器人 将会和一名普通人进行搏斗时 都开始替那名普通人担忧了 毕竟阿丽莎的擅长就是杀人 这到此时 乔治带着阿丽莎来到的公司 另一边 小叶和吉娜准备去阿丽家 向她的父母报平安 来到家里后 从阿丽父母嘴里得知 阿丽早在十天前就已经被刺死 认为他们俩是阿丽死之前见过的人 听到这话的两人 趁着阿丽父亲回屋拿衣服的机会 赶紧逃走了 离开阿丽家以后 小叶觉得阿里的死 可能和巴斯特有关 没想到这话 惹怒了疼爱哥哥的吉娜 在看到爱丽莎以后 维克多决定先行试验一下 于是安排保安 展示有关格德的技巧 瞬间明白维克多用意的爱丽莎 很轻松地就将保安手中的刀夺走了 在马斯洛的剑下 维克多安排乔治 替代原先拿刀的保安人员 再次演练时 爱丽莎还是很轻松地完成的任务 惊讶于爱丽莎动作的维克多 只能提前结束的演练 晚上回到家 索尼亚开心地围着爱丽莎打转 前妻也表示 自己可以帮助爱丽莎 完成接下来的喷嚷任务 随之爱丽莎却指出前妻 并不是想真心帮助她 正她前妻想要辩解时 另一旁桌子上的小叶 突然生气地回了房间 探查到小叶有负面情绪的爱丽莎 来到房间安慰她 得知小叶是因为吉娜的原因 才生得气 爱丽莎觉得 既然小叶喜欢吉娜 那为什么还要和她生气呢 与此同时 据得布里 吉娜也一个人生着闷气 正好巴斯特撞到了火口上 吉娜生气地冲巴斯特吼到 就是因为阿里的死 导致自己和小叶大吵了一架 听完此话的巴斯特也很诧异 决定打电话给自己的上司 也就是杀手 而此时前妻带着爱丽莎来到处义学习处 想要让人教授她厨艺 谁知爱丽莎觉得 自己记忆中纯粗的食谱 已经足够使用 没有必要学习厨艺 在厨师教授厨艺时 爱丽莎不断地以健康 低卡路里等方面 给厨师提意见 终于将厨师惹怒 几人被赶出的厨房 于是爱丽莎转移镇定 来到的前台 开始售卖甜点 但在顾客点单时 爱丽莎又一次 以健康方面开始提意见 将顾客也惹得不开心 另边 乔治找到警探 想要她帮助自己 将维克多抓捕入狱 但警探表示 乔治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于是乔治就将自己 从维克多公司 复制过来的视频给了她 在视频中 他们发现维克多几人 都很害怕爱丽莎 觉得奇怪的警探 提醒乔治也要注意安全 白天接电遭受厨师和顾客 双重打击的爱丽莎 回到家不解地问前妻 为什么人类 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 更何况自己所说的话 都是处于健康的考虑 前妻告诉爱丽莎 她要学会说话的艺术 说真话是会很伤人的 前妻还向于爱丽莎 多上网看看 穿搭方面的杂志 于是在乔治晚上回家以后 爱丽莎乘治乔治不断地询问 她对于女性穿衣的看法 不堪折磨的乔治问前妻 爱丽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前妻笑着对她说 爱丽莎也在学着长大 为了让小叶和琪娜和好 爱丽莎决定和她一起去俱乐部 来到俱乐部 看着忙得不可开交的琪娜 小叶当即决定和爱丽莎 一起帮琪娜调酒 在几人忙碌的时候 巴斯特因为阿里被杀 找到的杀手询问原因 在得知阿里就是被杀手 派人杀掉时 巴斯特很是崩溃 而在俱乐部的爱丽莎 为了小叶开心 开始倾听客人的讲话 这到此时 巴斯特回到了俱乐部 情绪还在稳定的她 当即就要拆到爱丽莎 为了阻止哥哥 琪娜只能让小叶 带着爱丽莎先行离开 另一边 为了找出维克多几人 害怕的原因 警探先让乔治冲当嫌疑人 开始偷袭爱丽莎 谁知爱丽莎觉得 乔治不是威胁 所以一直不出手反抗 于是警探又派了 一个拳击手冲当嫌疑人 这次爱丽莎毫不犹豫地出手 并且将拳击手打伤了 看到爱丽莎如此凶残的一面 可吓坏的警探和乔治两人 因为爱丽莎违背的 机器人原则的第一条 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警探觉得 只要搞清楚爱丽莎以前 有没有伤害过人类 如果有发生过 并且维克多还清楚每一件事 那抓捕维克多入狱的证据 就存在了 我的进一步了解 两人又询问爱丽莎 是否会伤害人类 爱丽莎回应道 为了保护家人 必要的时候 她才会出手 但就是不说自己杀过人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